前文在族的书写上一回 话说欲罗杀洗漆汉家本领 将红花鬼舞杀得猛禁退后 卓一行见了这样的情形高兴得不得了 他说连这者证券在握 这个老妖妇不是他的对手 帖非龙就说 还早呢 卓一行再看下 哎呀 形势变了 红花鬼舞切拐翻飞 转手为功 左掌猛迹 呼呼风响 欲罗杀的暴风骤雨的见点 会不会被震歪的 再过了一阵间 先墙上一团白光盆空飞舞 红花鬼舞那支切拐掌 就好像变了几十支那样 包住那团白光 直接好像毒龙抢猪 滚来滚去 又过了一阵间 拐影见光就融成一片 分别不出哪个玉罗杀哪个红花鬼舞 看着卓一行就真的眼都花了 各位 因为玉罗杀的轻功好 他明知红花鬼舞内功利害 就尽量发挥自己的长处 不同红花鬼舞真正的较劲 而在腾挪闪展的时候 后机会反击 所以一直斗了三百多招 还不分胜负 鐵基隆暂时松了口气 这阵时才想起白石盗人受了重伤 就跟卓一行说 去看看你的思绪 卓一行现在才醒起 走到白石盗人身边 只见他盘室坐在地下 正在眉上双眼打坐用功 恿非龙按下舌 白石盗人微微張亮一点 骗非常嬇 貼箭的 貼獄grund拿出两颗养 他说 這是 covert理想解腹的性โesin 那就赔他 法非龙回 birthday 摔摔摔摔下 否许上 Тогда已经摘了BLgression本 comen的解藥 就不愿意接受敌方的东西 哈哈 这个箭卓和负罗杀都挖入敌番 鐵飛龍又很生氣又好笑,在耳朵邊說他,我不願意見到成名的人物這樣死去,你的本門解藥,才是我暫保一時,我的解藥才是正樣,你不服輸,就麻煩你先吃到我的解藥,讓你傷好,我們再來較量吧。 白石道引還閉上眼,不理他,鐵飛龍突然伸手在他倆外塞在他臉上臉,白石道引嗚嗚嗚,張開嘴,鐵飛龍立刻把兩粒藥丸塞進他的嘴裡,白石道引勾身無力,想吐就吐不住,兩粒藥丸一挖入喉嚨,很快就在丹田蒸起一股熱氣,他人也舒服了很多,不再出聲了。 鐵飛龍對卓一行說,你這個師叔真是硬頂到離譜的。 他將卓一行拉到身邊,替了自己空前的衣服,他說,你看看,卓一行只能看到空前的護心銅鏡已經裂開了幾件。 鐵飛龍就扣好衣服,他說,我如果不是有這塊護心銅鏡,我都受了傷了。 你這個師叔被紅花鬼母耐力打傷,現在吃了藥之後,雖然沒有性命之憂,不過要復原,也怕要等一個月之後。 鐵飛龍對卓一行就不敢嚇了一跳。 鐵飛龍對於紅花鬼母耐力,才分散自己和師叔兩個人。 師叔受了外傷,而自己一點都沒事。 那分明是紅花鬼母手下留情的了。 鐵飛龍對於紅花鬼母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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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煙鵝殺的劍招也不但攻不進去,而且好像要擺放也不可能。 兩個人在藍石堆裡、各自封閉門戶。 每招每色一手一弓,看得非常清楚,就像两个好朋友拆招练习那样, 但两人的面色都直之沉重, 連一向喜欢嘻笑的玉罗沙也板着面,目不斜视, 接着红花鬼母的窃带指向一占一占奋力拆带。 原来红花鬼母见到玉罗沙轻功那么了得,和他判了三百几招还不能够取胜, 竟然将平身的绝学,轻而不肯用的泰月圆公司展出来, 起重功夫,可以将全身的功力移到物体之上, 上证的可以宅业非法,将人纳死。 红花鬼母将功力运到切拐掌之上, 玉罗沙的占锋一挨近切拐, 就觉得好像有一股黏力中自己的占吸着似的, 自己出力越大,他会黏力越大, 这样来玉罗沙的奇幻绝灵的占招就无法去施展。 而且红花鬼母的切拐掌虽然好像缓慢了, 实际上每一拐都指着对方的穴道要害, 只要对方稍微疏忽一点, 切拐掌虽然立即可以承虚而入, 所以玉罗沙只是一个奋力拆招, 就避免和他较量生力, 连逃走都不可能, 因为只要自己的剑招一切, 防守就会落出弱点, 要害越道, 全部都会暴露在敌人攻击之下。 卓一航看着情形对路, 对铁飞龙说, 要他走啦。 卓一航要凭着铁飞龙的武功, 就算不能够赢得红花鬼母, 但是掩护玉罗沙逃走总是有可能的。 卓一航散了口气, 拎拎口说, 先头还可以走, 现在就不行了。 除非是指让道长福生或天都居士来到, 天下间没有第三个人可以拆开他们了。 正在说, 突然间看到红花鬼母, 手起一拐, 当头踢下去, 玉罗沙逃走, 指着旁边门户大开, 嚇到卓一航想喊, 卓一航一手掩着他的嘴, 在他耳边说, 不然, 喊出来扰了他心神。 卓一航再看, 知道红花鬼母过一拐掌, 明明可以踢到玉罗沙的头殼, 甚至突然一拐就打到旁边, 也不知是什么道理。 善非龙微微笑说, 呃, 庭女的剑法真是瞄绝天下, 才和我一招解得真是好得直, 连我都意想不到。 说完, 抹下颜头的冷汗, 原来红花鬼母先头过一拐掌, 虽然可以踢去玉罗沙头殼, 但玉罗沙也冒险准招, 甚至只向她协下张环宇。 红花鬼母如果不够, 就必两败俱伤。 所以切擺掌, 虽然距离玉罗沙的头顶不到五吋, 还不得不移开来震离玉罗沙的剑锋。 交换了这一险招之后, 红花鬼母就想, 这个女孩的功力不及我那么高, 我又何必跟她冒险对攻, 我慢慢地趁死就是了, 此时她仍然只用太月圆弓, 将内力运到拐掌上面, 将玉罗沙困在方圆、 杖岭的地方, 弓又不行, 退役不行, 这就是这样, 游到一百几十招了。 切擺容是个行家, 越看心越急, 她想想想, 想了一阵, 她立即举起雙手大力地拍, 提醒玉罗沙, 玉罗沙睁了眼, 明白了。 契爺这样的提示她, 现在就可以和红花鬼母 直接较量正力硬碰硬了, 于是她咬咬牙关, 混起耐力, 这个时候, 红花鬼母一切拐打过来, 玉罗沙突然间横接了风, 啪的声, 剑拐双胶, 火星似淺, 玉罗沙震到倒退三步, 红花鬼母也震到站不稳, 鸟了两鸟, 不由得大吃的惊, 玉罗沙试了这一招, 可以了, 精神真粉了, 红花鬼母的内功, 也并不像想象中之中那么厉害, 当堂剑光飞舞, 再不怕痛到血拐来都痛了, 红花鬼母很惊奇, 想不到玉罗沙的内功都那么深厚, 红花鬼母这次吃了大亏, 原来红花鬼母的功力, 直直确确被玉罗沙高出了很多很多, 但是他先通白石道等, 已经打了三百多招, 接着就用切碑龙比试掌力, 送了真火, 用力过渡, 内功已经减少了很多, 如果不是, 运用太阅员工, 就是切碑打过来, 至少可以将玉罗沙的保剑打到脱手, 玉罗沙在无形之中, 只不便宜, 至少还未知, 到这阵时, 切碑龙真的松回一口气, 偷笑了他, 原来他先出场, 将红花鬼母激怒, 将石阵摧毁之后, 才让玉罗沙出阵, 那是他预先安守的战略。 玉罗沙不讲得五门八门的近世, 但轻功极高, 所以在石阵摧毁之后, 就能够向红花鬼母打成平手, 铁飞龙就因为这一战关系重大, 并且知道玉罗沙的人也十分好胜, 所以事前, 就没有将这个计划说他清, 以免影响他的心情, 让他能够专心对敌。 不过, 铁飞龙事前虽然是布置周密, 但当他看见玉罗沙和红花鬼母激战的时候, 还是很担心的, 因为他的计划有很大的冒险性, 一直看到玉罗沙得到他的提示, 冒险反击, 劍摆双胶, 雙方都震到退后的时候, 切非龙才放宽心。 说回玉罗沙, 他突破了红花鬼母的胶着战术, 劍劍反击, 红花鬼母也切摆乱, 完全遮挡得住, 这两个人现在, 国厌内力来的轻薄, 正正当当打到势军力席。 红花鬼母真的想不到一世威名, 竟然被这个女生逼成情首。 他突然阻挡护空, 倒拖铁拐卖了一个破绽, 跳出圈子。 玉罗沙大笑一声, 他说过一点, 飞身而起, 凌空下击, 切死龙大声喊, 停留你恩主啊! 红花鬼母将手一样, 三船赤色光滑飞射出去, 玉罗沙已经有防备了, 在空中一个转身避开了, 笑着说, 你搞什么鬼啊? 怎样口刚刚抹开, 笑声都未停, 眼前红光一闪, 一粒圆滚滚的东西突然飞进口里面。 玉罗沙头下脚上急冲下来, 红花鬼母反手一拐, 玉罗沙一个关斗, 好叫什么切摆上你, 尖! 倒跳出你三丈之外, 站在地下, 搖下搖下, 好像风摆阳柳那样, 卓一行大气啊, 但看着切碑龙, 仍然是神色自若微微感笑, 红花鬼母得意了, 她大步向前用龙头摆脚, 向着玉罗沙的空前一拐, 她说, 你这个妹子还不丢下把劍凌书想死啊? 玉罗沙的身一绑, 避开了, 红花鬼母又渴望她, 你中了我的毒蛛了, 但命不过一时三刻, 你快点投降, 还可以救回你这小子, 玉罗沙的身又摇一摇, 仍然不理她, 红花鬼母见到玉罗沙这么硬, 你一下划过去, 玉罗沙突然开口一吐, 一粒赤红色的珍珠飞了出来, 她用劍赤一声咬过去, 红花鬼母以为她受了伤, 想不到伸手还这么矫折, 赤一声急急闪开, 但三咒妖的玉罗沙上了血, 玉罗沙笑笑, 你这个老妖妖还不认输, 想死啊? 让这一粒血红的珍珠, 红花鬼母的毒门暗器, 叫赤毒珠, 把珍珠在毒蛇的血里浸练, 一路将白色的珍珠看到赤红色才行, 毒到无比, 轻易她都不肯用。 好想木狗娘昨晚, 将三粒赤毒珠带来警告, 蝶枝龙头都防备了, 叫玉罗沙将红黄等药材练成药丸含一个口树, 故意接她一粒, 然后出其不意套出去, 分散她的心神来刺她一剑。 红花鬼母真是生气了, 铁拐一阵, 将玉罗沙的宝剑扎开。 铁飞龙大叫, 红花鬼母你还要不要面? 红花鬼母一粒声不出, 铁拐猛这么做。 玉罗沙冷笑说, 路妖妇你还有什么不必啊? 混剑如风, 周身上下, 捐一片光芒。 红花鬼母脱了几步, 突然声冲向前, 出现龙头拐杖一斗。 玉罗沙左手捏毛剑血, 右手横剑了风, 指定哼一声, 红花鬼母的龙头拐杖一斗。 在拐杖头突然伸出一枝立立令的尼刀, 当同抢了一尺。 玉罗沙的旗的地位, 本来是拐杖不到的地方。 谁知红花鬼母的拐杖头, 忽然伸出一把尼刀, 玉罗沙的箭眼封了出去, 来不及回放, 红花鬼母的拐杖向前, 领刀冷心心, 直指玉罗沙的胸口, 切尽隆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 他突然想起白痴, 做着胸口的刀痕, 躲晃飙冷汗, 他大声哼, 你用独手对付小辈, 你不怕丑啊! 起身跳入圈子, 红花鬼母心头一阵, 但他这招快如前方火赤, 要收手都不可能了, 蝶碧龙刚刚跳起身, 圈子里面已经有人惨了一声, 蝶碧龙站起来的时候, 蝶碧龙和红花鬼母已经分开了, 蝶碧龙神色自弱, 他冷笑一声说, 来来来, 我和你再斗三百招, 蝶碧龙很惊奇, 他发梦都想不到蝶碧龙会有这么高强的本领, 居然能够死女逃生的, 其实呢, 并不是蝶碧龙本身的功夫避着你一招, 而是恶明阿那些手套的力量, 红花鬼母的尼冬刚刚插进来胸口, 蝶碧龙的左手本人捏着劍血, 打盟放在胸前的, 他急急忙忙都没得考虑了, 立刻沉上一格, 红花鬼母一刀就插进去掌心, 刀线一弯就插不下去, 玉罗沙战销多么快得, 在红花鬼母突然吃一惊的时候, 玉罗沙手臂一圈, 回手一剪, 将红花鬼母肩头的皮帕不刺穿, 红花鬼母惨着我声, 他说:"好啊, 长江后浪推前浪, 从今之后, 江湖上再没有红花鬼母这个人物了, 拐杖一动, 減眼之间, 走到无影无踪, 玉罗沙嘻嘻大笑话, 这对手套真是宝贵了, 然后解开面衫, 才里面的护心同镜, 已碎成一片片叮叮叮叮自失落地。 玉罗沙扣回好衣楼, 吃了两粒药丸, 运起一转, 笑着说:"好彩, 没有受到内伤。 卓一行真的触目惊心, 他见了一声, 念这些!" 玉罗沙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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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和你们武当派, 还有事情要交待的。 他走到白砥祭寅身边, 白砥祭寅吃了解药, 便舒服得多, 站下站立起来。 玉罗沙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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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嚯到卓一行大声, 您是干什么! 白石道隱瞪大雙眼,立刻按著劍鏡,玉鵝山說:「白石道隱,你已經受了重傷,我們這一場給劍,記住先吧。」 卓一航說:「哎呀,可不還要給劍呢?」 白石道隱說:「三年之內,我在武光山等你。」 玉鵝山冷笑說:「哼哼,我一定不會令你失望的。」 正在說:「只聽見被魔崖下面一片人聲。」 卓一跟我跳上岩石看下,看到下面有人撕殺,一班工廠衛士圍著一條大漢, 有一名少女只聽見人綁在馬背,猛地叫。 白石道隱面色的變果,他說:「一航,你聽聽,是不是惡華叫我?」 卓一航說:「我聽不清楚。」 這時候一陣山風吹過來,聲音越來越近。 白石道隱說:「是啊,是惡華,惡華。」 他啪聲一跳,跳上岩石, 卓一航說:「你想死嗎?」 白石重傷之後,氣力就不夠了, 他飛身一跳,突然腳軟,幾乎跌落去懸崖。 卓一航又一手拉著他,說:「一航,揹你屍屬回去。」 懸崖下面有十幾名衛士抬著藤琴上來, 卓一航又一聲呼嘯, 撿你石頭猛那麼正啊, 爬上來的衛士, 一聲大喊紛紛躲避。 卓一航揹起屍屬, 卓一航揹起屍屬, 跟著玉羅莎在背面下山。 賀左陣, 鐵枝龍也追上來了, 他說:「金魯怪我, 真不是人啊! 他疏死他臭老婆, 約我們單打獨鬥, 碰到我帶著東廠的衛士來捉人。」 玉羅莎說:「 他那個臭老婆已經不幫他了, 他如果再撞到我, 他一定走不掉。 他們三個人走得很快, 黃昏的時候已經回到北京城了。 卓一航說:「 鐵老前輩, 請一起去柳母親家裡坐下吧。 因為白石道人都住在柳西銘家裡。 玉羅莎笑一笑, 好人做到底, 你的師叔受了重傷, 我們應該互送到他平安回家裡。 白石道人是激到眼淡淡, 說不出話。 劉世銘見白石道人受了重傷, 鐵飛龍和玉羅莎陪他回來吃了驚, 武當派的弟子是磨拳擦掌。 玉羅莎笑著說:「不關我事的。」 鐵飛龍將白石道人給紅花鬼帽打傷我事說了, 他說:「幸好我早準備好解藥給他吃了。」 他的內功有根底, 靜陽三天就可以走動, 再過一個月就可以完全復原了。 武當派的人都撤飛龍和黨安經過, 有些人走過去多謝, 白石道人是尷尬到極了, 他說:「一行, 你陪我進去, 你陪我進去。」 有兩名弟子稟告說, 師妹和李師兄去了官戰, 沒見到師叔嗎? 白石道人擺一擺手說, 都進去裡面先說吧。 他對鐵飛龍說:「你的解藥不是我要吃的。」 鐵飛龍微微一笑, 白石道人說:「但是我一樣領你的情, 我們武當派恩怨分明, 你的大恩大德一定報答。」 玉羅莎笑著說:「我對你沒有恩, 你增加, 你傷好之後, 隨時都可以約我給劍的。」 卓一行和一班同門陪師叔進去裡面休息。 柳西銘又對鐵飛龍說:「嘿, 你這個道士真是驕傲, 唉, 輸什麼都行, 吵吵架又怎樣都不肯輸。」 他的師兄指揚道長的謙虛場和, 和他大不相同, 鐵飛龍微微笑不出聲, 柳西銘又說:「紅花鬼沒到北京, 我們前兩日也聽人說起, 就說不知為了什麼事, 原來是找你們悔起。」 鐵飛龍心念一動, 他口浮一動, 有種說話吞著不說。 柳西銘和鐵飛龍只是有一面之緣, 所以當時不便問他。 過了一陣, 上一行出來說, 師叔行動不變, 照我代他送客。 鐵飛龍嘻嘻大笑說:「哈哈哈哈, 你不送我也要走了。」 柳西銘有點不高興, 他本來想趁這個機會, 和鐵飛龍接交一下, 就很不滿以白色道引圈奔奪主。 但是外於武當派的情面, 而且和白色道引有老朋友, 所以亦不便發作。 當時港安拱手, 和鐵飛龍逾羅撒道別。 卓一行送他出門口, 他說:「廢師叔不近人情, 望鐵老前輩恕罪。」 鐵飛龍說:「不用客氣, 你這個師叔有什麼說話交代你講?」 卓一行發出門口, 原來他師叔先頭吩咐那幫同門, 說鐵飛龍雖然對他誘恩, 但玉羅撒是本派的公帝, 凡是武當派的人都不准和玉羅撒來往。 這番說話表面告解整班同門, 實際上是說給卓一行一個人聽, 叫卓一行待他送客, 也包含叫他送玉羅撒決別的意思。 玉羅撒見卓一行臉紅紅不出聲, 微微笑說:「你不說我都知道, 總之是不准你跟我親近就是了, 我偏不怕他, 你怕不怕我親近你?」 卓一行臉直接紅到紅紫一樣, 卓一行臉就笑著說:「哎呀, 女兒, 你發口真是說得出聲音, 你看, 將人批成這樣。」 卓一行遲了一會, 他說:「蓮姐姐, 我有書法跟你說, 卓一行臉通氣了, 他走開幾步。」 玉羅撒說:「你說吧, 我師叔有個女兒, 被東廠的衛士劫了去, 我師叔受了重傷, 在北京找不到本領特別高強的人, 所以, 所以你是要找我來幫你想法子, 是不是?」 :「是, 你們如果能夠將他的女兒救出來, 那麼這個過節, 就自然而言地解開了。 唉, 你們武當派那幾個長老, 真是雖無過分, 面目可憎, 他們不高興我, 我就偏偏跟他們作罪, 卓一行不出爭。」 玉羅撒說:「 你師叔那個女兒, 生得漂亮不漂亮的, 當然是不及連姐姐你了, 生得不難看的, 是不是?」 不是一般女子當中, 都算是美貌的, 玉羅撒若有所知, 她的臉色忽然可憐, :「嗯, 你老實說, 你師叔是不是有意思, 想將他女兒去配給你呢?」 她沒有說過, 你又不是木頭, 難道她的意思你也看不出嗎? 我看她也怕有這意思的。 玉羅撒冷笑一聲, 唱一行低聲說:「 我總不會忘記姐姐的。」 卓伯偉, 玉之後事如何, 且定下回分解。 前文再續的書接上一回, 話說臨分別的時候, 秋一行就被玉羅撒說:「 無論如何, 我總不會忘記姐姐的。」 玉羅撒聽到我心一跳, 這一次, 是卓一行第一次對她零零百百地表示的。 卓一行跟著說:「 不過我們武當派的門規很嚴, 怎樣啊? 你怕, 如果我們不能相處, 就算是海角天涯, 我也不會忘記你。 我, 我一輩子都不結婚。 說到最後, 聲音很低很低, 幾乎聽不到那麼低。 玉羅撒很失望她心想:「 真是沒用的, 這個人, 做這次上來, 全球崩壁, 全美怕賊, 一邊都不爽趣。 卓一行見玉羅撒變了面積, 撒一口氣說:「 我都知道那樣求您是非常不正的。 我 師叔得罪了你, 我 要你救她的女兒。 玉羅撒看著天, 思潮洶湧, 她一方面生怒卓一行軟弱。 鄭主念一想,他到底是喜歡自己的 那又有些安慰 卓一行講完之後,偷偷看玉羅撒的面積 只見玉羅撒眉毛一處,他說 往我們相交得長啊 卓一行周身一陣,他心想 糟了,糟了 玉羅撒跟著說 你簡直一點都不明白我為人 卓一行都猜不到他究竟是甚麼意思 所以說不出話來 玉羅撒又說 我不是為了討好白色導引 但我答應你 我一定為了你去救你的師妹 卓一行這樣就高興了 千多得萬多得 突然間他又小聲說 你如果救他出來,你不要說是我托你做的 我師叔 玉羅撒發火了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你們沒有湯派從來不求人 你又怕犯了門梯,是不是 好吧,好吧,你回去吧,你回去吧 玉羅撒在路之下,將卓一行趕走 不過我看著他走回房子之後 我心又後悔 卓一龍走過來問他 他在說甚麼 沒有,沒有甚麼 兩個人趕回西山 玉羅撒一直都不出聲 到寧光寺之後 玉羅撒說 乾爺 我想求你一件事 甚麼事 你說吧 我們兩個要救白色導引女的好不好 你和惡靈蛾将皇宫流迁回寺谷 还想去自徒罗网 我已经死了人家 蝶飞龙想想 想了很久 我们不用入宫救他 他真是有办法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实际 姑且试一下 明天我和你去找龙达三 花开两朵 各表一枝 话说何岳话那天想陪父亲去避魔崖 父亲不准他去 他心很不睡 白石道引走了之后 何岳话静静地找李峰 就留他一起去避魔崖 李峰是武当派一北京的掌门弟子 他心本来很想去 但白石道引说我不准去 所以不敢 你一见到何岳话怒怒他 对了河车 就去了 两个人出了城 走了半个时辰左右 上了到西山 李峰说 后面有两个人好像跟踪我们 何岳话来一看 背后果然有两个人 一个是四十多岁的中年汉子 一个是二十岁左右的少年 相貌都颇为英俊 似乎先说见过 那两个人指指尖尖在那里聊天 好像他议论自己和李峰一样 何岳话心念一动 他对李峰说 这里的路你熟不熟 李峰说 我是老北京的岗属 那我就运路避开他们 过了一阵间已经到西山 西山有三个秀丽的山峰 就是翠眉山 卢斯山 和平波山 他被摩崖 本应是由平波山 保珠董向着北边行 李峰就运路 由翠眉山的山脚那边去 两个人展开兴身功夫 走了一阵 后面两个人就不见了 李峰说 派我多疑 那两个人没跟着你 那两个人就放慢着一步 走着走着 突然间就听见 背后又有谭笑的声音 何岳话 来一阵口再看看 原来又是那两个人 李峰说 师妹 你两个家庭是诚心跟踪我们的了 一边说 手指摸着剑柄 何岳话 不要动手指 再看看先 那两个人就在山峰之间专闻小路走 转眼之间又走到三四里路 那两个人仍然紧紧地跟在后面 李峰发可能 给他们的颜色 给他们看一看就行 突然停了 一步步不走 那两个人的侵犯很快 李峰刚刚停步 就觉得身边 差不多一阵急风 到过 他连忙缩开 那两个人已经过了头了 过头之后 那中年汉子来一转头来问 喂 你们在哪儿啊 李峰说 你跟着我们想怎么样啊 哈哈 这一路你行灯 难道我不行灯吗 年轻人不要这么大火气 那中年汉子走前一步 伸手上来拍李峰的肩膀 李峰双手一挥 喝一声说 去吧 谁知刚刚碰到对方的身体 就被一股很大的力量反弹回头 李峰立刻就拔出配剑 何岳华说 不要动手 你们两体去什么地方啊 那中年汉子说 我们只是想问你 李峰打横把剑拿着 六大雙眼望得紫紫 那天何岳华就大大方方地回答 我们去避魔牙印你们 当何岳华和中年汉子说话的时候 那个少年人一直都看着他 这个时候他突然笑起来说 你不是岳华妹妹 何岳华想起了 很高兴地说 你是跟着哥哥 那个少年高兴地跳起来 上前拉着岳华将手他说 哎呀 哎呀 他就像他这么高了 何岳华说 你呢 以前你跟我一样高而已 现在你又高我半个头了 那中年汉子哗哗大笑 那个少年猛然想起 现在已经是大人了 连忙松手 李峰插回好剑 哈 不如你们是会的 何岳华说 怎么会的呢 我们自小玩到大了 骗我表哥 这个少年 叫做李生史 那是白石道人的妹 何岳华 在出家之前 跟李天阳生的儿子 李天阳就贪图富贵 情妻再娶 何岳华就来泰瑟山 做了师姑 又叫做慈慧 白石道人将两个女儿 交给他抚养 李生史 和何岳华同年 都算是青梅竹马的交情 慈慧师太 因为婚姻不幸 就对那个独仔 就不免有点宠爱 所以同年时候 李生史和何岳华 一起学习武艺 李生史的进步 总是落后过何岳华 不过何岳华 慈慧师太 想起古人逆子而教的道理 知道过分宠爱的儿子 没有什么好处 当李生史十二岁那年 就将他送给自己的好朋友 龙少云做徒弟 龙少云乃是俄眉派的入室弟子 二十几年前 跟李天阳一起向何岳华求婚 落选之后就远走他方 直到何岳华做了师姑 他才来泰德山找他 所以慈慧师太 当儿子托付给他 其中还有心意的 当时慈慧师太对他说 等我儿子学成之后 你再带他回来见我吧 龙少云一站答应 将李生史带上俄眉山 苦心教了他七年 这七年期间虽然托人报过消息 但他和慈慧师太一直没有再见我面 何岳华和李生史这对小孩 青梅竹马两小无差 本来非常登对 慈慧师太也有意等儿子学成之后 就和那白石道忍提出分事了 无论白石道忍就另有想头了 然后再说回何岳华和李生史见面之后 非常高兴 清广了一阵才寄了一个中年汉子 他就说 这位前辈都没请教啊 龙少云哈哈大笑 李生史说 他是我师父啊 何岳华说 原来是龙伯伯 真是不好意思啊 我记性真是差了 龙少云说 七年前我见你姑姐的时候 你还是个小女孩 难怪你不记得的 说起何岳华的姑姐 龙少云就有点心伤了 何岳华说 姑姐是时时都说起你们的 你姑姐好吗 好 他见到龙少云的神情有点伤感 他就把其他东西查开 你们想去哪儿啊 李生史说 跟你们一样啊 去避魔崖 龙少云说 听说你姐要跟玉罗杀比剑 所以我们就赶来了 何岳华又介绍李峰给他们相识 他们四个人 有讲有笑 由翠尼山到屈乐 走到卢斯山 再走到一阵 至前面骑风突起 四个人走进去山谷 李峰指着前面一个狮子的山峰 那里就被魔崖了 你看看山峰下面有一块平地 他们肯定在那里比剑 话口未完 在乱石堆后面突然四个人跳出来大声地喊 谁要去避魔崖 何岳华一见就喊一声喊出来了 原来那个人就是他姑姐的前夫 这么意为他指挥李天阳 李天阳 李天阳突然 龙世雲已经开声了 李大人 你贵人是亡 黄年我们的被魔崖 你都要管吗 李天阳说 啊 龙兄 我们一节二十年 我屡次探听你的消息都探听不到 我真的很想念你 哈哈哈哈 山野之人 小龙凡李大人 概念真是罪该万死了 他们说话的时候 然后两边山坡埋伏的东西厂位置纷纷拢出来 原来金独二疏离他的老婆红花鬼母在被魔崖 同时飞龙欲罗撒比武 本来都是想约人去现场作战 但是红花鬼母不准 所以金独二就不敢去被魔崖 但是为了怕他老婆万一不够打 被敌人逃离 于是跟慕容聪商量 慕容聪是东厂位置的总管 是魏忠元的死党 他听了金独二的说话之后 他就说了 你这老婆肯出山帮忙 当然最好 但是那个玉罗撒和铁碧龙明明是红亭拔吉党 那天我儿子在杨莲屋室 你射他大规 老兄没有忘记 金独二说 他们都是武林中的成名人物 雙方约定比武 不准第三者插手 红曼子是哪帮恐吹 不准他出场作战 想不到你居然这么忠厚 红曼子当然不会来 但是铁碧龙玉罗撒既然是红亭拔的党羽 他们的同党很多 谁敢担保铁碧龙不暗中约人助权 不准你说怎样 我那个臭老婆很古怪 他们如果去助权 他们真的会杀手不理 红亭拔的讲语之中 以铁碧龙玉罗撒最凶狠厉害 让你老婆对付他们 其他的好办 我约多些好手 在秘魔崖附近埋伏 我估计铁碧龙玉罗撒不是你老婆的对手 不过他们以二敌一 打输了要逃走 还是可以的 我们就在外面埋伏 等他们逃走出来的时候 就将他们生禽活组 那时他们已经打得筋皮力揭 你老婆杀手不理我们的罪负得了 唉 是呀是呀 如果他们有党羽来作战 我们暗中埋伏 而可以将他们一望他尽 是不是 那如果武当派的人 牵连入来又怎样 武当派虽然是武林正宗交流广阔 但是他们如果不知好丑 我们也不理得那么多了 总之是来一个组一个 此次我们再约多几个好手去 敢以为的指西李天阳、石浩、西厂的总管连城府 我们都可以约上去的 因为魏忠賢掌管东厂 所以东厂势力最大 慕容冲出面 请李天阳他们 他们为了要巴结魏忠然 那便当然应成去了 好了 因为那些是李天阳和龙少云正在说话的时候 在山坡两边埋伏的东西厂位置 在慕容冲和金木义率领之下杀出来 慕容冲大叫 不理我 凡是要他被帮崖的都逐起来再说 李天阳的利禄心很重 目前正是新军职位 他要巴结魏忠然来保住官职 他即时面识一变 他说 毁不得龙兄 那根小弟他这么依偎 龙少云生怒了 骂他说 好一个不知就此的龙塞 这下真是嫁错了你 李天阳和龙少云本来有点激烈 这阵子弄烂了面 一声冷笑 揮箭向龙少云刺过去 两点的胶 叹哭了 轻哭了 正好苦口都发热 龙少云当年是在俄眉山腾修苦练 武功非同小可 二十年前 李天阳的武功高过他 但现在已经是双形见绝了 那只个个冲出来作战 李生前的拔剑挡住他 李天阳看到这个少年的面貌 好像被他见过那样 不知为何 但是一陣寒意一直透心頭 他只是想渴問他是誰 慕容聰和金屬義已經從山坡衝到來了 李天陽側身一劍就閃開了 等慕容聰來的捉迫人 李新慈何樂華兩個 已經跟那些衛士打起來了 李天陽心想 這個女孩是白色的女兒 不能夠看著她沒命的 白色道隱又惡的大頭 這件事被慕容聰知道就不變了 在這陣子 何樂華七七兩劍刺傷了一名衛士 李天陽大聲叫 等我們抓他 就揮劍直取何樂華 何樂華就不知道他的用意 逗他令到姑姐受苦 都不顧什麼情面 見他一領一招玉女投訴 刺肩削碗又狠又快 李天陽出其不意幾乎吃虧 但他的武功到底是比何樂華高很多 他橫劍一撞 就將何樂華的劍帝阻住 順手將劍一推 就將何樂華推到退後幾步 趁他還未站穩 一個戰武上前 將他一手拿著即時剪他的麻月 李天陽見到大型的劍 又憤力殺他面前的衛士衝過去搶救 李天陽當年拋棄何子霞再娶的時候 李天陽不過三歲 何子霞一不願他受到後母虐待 離婚後兩年 又叫阿哥把外山帶出來 上去松山 一別十五年 現在父子相逢大家都不認得 不過先由李天陽和龍少雲 爬上來的時候 李生時忍忍悠悠悠聽 師父說出以下這兩個字 我心想 為何師父對這個陌生人 會說我母親的名字呢 一殺到面前 三個頭一看 哎呀 那敵人真同指的樣子很像 心當同一陣 一手都軟了 旁邊有一名衛士反轉多負 在他劍上的一拍 李生時的陣時已經是失魂落拍 那場劍竟然被他的衛士拍了落地 李天陽倒轉劍兵 在他半身一點又將他捉住了 李天陽雖然不知道他就是自己的親生兒子 但是見他和龍少雲何岳華一齊來 他都會失誤的 而且動手的時候 他的心呢 也突然起了一種奇怪的情緒 直至不願意傷害這個少年 直至不明白為何會有這樣的心情 所以李天陽將他撿倒之後 就立刻交給石浩 就要帶回感衣衛 由自己來處理 就說龍少雲和慕容聰相遇 他連刺三劍都被慕容聰避開 不但刺不中敵人 反而覺得敵人的拳風劈臉大吃得驚 慕容聰見到敵人劍招順猛功力深厚 要好好留神 立刻展開琴拿手法 龍少雲見到形勢不妥了 他無心亂戰 虛防了劍 打邪就走 有名工廠衛士洗一對虎頭勾 仍然工到來就想把龍少雲的寶劍搶出去 誰知龍少雲的蛾味劍法 已經到了怒火純青的境界了 在衛士包圍之中 一直都不慌亂 這些雙勾搞到來 好見一翻一卷 當時將衛士五隻手指上卷 大海直衝出去 慕容聰的武功雖然高 但當時人多左頭左勢 反而不變之展 龍少雲在亂石堆中拼命地逃跑 金獨義本來押後縮戰 是擔當兜截敵人的任務 見到龍少雲逃跑 馬上衝出來攔截 龍少雲見他這麼細胸 就掉頭向著西面走 金獨義相比一陣 整個人飄前 一手對著龍少雲後心撈下去 龍少雲反手一撿 不過刺不到 慕容聰已經追到來了 龍少雲扯戰扯走 逃到被摩崖下 到底打不過兩名高手 就被慕容聰一掌打低 就被他們逐了去 這時 撤飛龍動力和殺 已經在岩上出現了 有十多名衝上去的衛士 就被撤飛龍飛石打僵 慕容聰對李天陽說 你看管俘虜 防備他們的黨羽來都接 我們上去看看 於是跟金獨義衝上山岩 當他們來到地摩崖上 只見亂石滿地 地下流了一點點鮮血 不但鐵飛龍和玉鵝殺已經不見面 紅花揮帽也不見 金獨義不過心寒 大聲喊了幾聲 又不見老婆回應 但慕容聰說 難道被他們害了? 金獨義說 絕無此理 登高一望 賤玉鵝殺他們 已經由貝爾下山 去了很遠 四圍去找紅花鬼母 但找雲被摩崖 紅花鬼母仍然不見終之 各位 浴之後事如何 且定下回分解 前文再續的書接上一回 話說在被摩崖下混戰的時候 李峰也被衛視捉了 李天陽在山岩下看守四名俘虜 過了很久才見到慕容聰和金獨義下來 李天陽見到他們無精打采 知道不妙 一問 果然敵人已經逃脫了 慕容聰說 這四個人 是否鐵佬殺送玉鵝殺約來的人 李大人問清楚了沒有 何惡話就吵了 什麼玉鵝殺約來的 何爹送玉鵝殺在岩上給劍 我們來幫阿爹 你們這些官差警 一知都不講道理 胡亂捉人 那時候瞪了李天陽的眼 龍少雲就說 你跟他們囉嗦什麼 講道理的人不是官差 對了 慕容聰問 你爹是誰 何惡話說 沒有當五老之一白石道隱 你沒見過應該聽說過 慕容聰笑著 哈哈 原來你父親就是白石道隱 我們俗你並沒有俗錯 誰叫你父親跟我們作罪 金獨義也說 你白石道隱 怎麼會跟玉鵝殺之劍 你亂說一定是無形的 何惡話生氣了 千萬間亂認父親也有的嗎 李珍池聽到很有感觸 他瞪了雙眼看著李天陽 看著他出街神 李天陽打到冷鎮 他說 不管他是否是白石道隱 那女兒帶回去審 慕容聰同意 李天陽又說 不過帶他們回到宮內審問 怕不是怎麼方便 還說等我帶他們回到錦衣衛吧 因為東西兩廠設在宮內 由太監掌握 錦衣衛管外庭的事 由武官主管 守暴流犯信問犯人 都屬錦衣衛管理 慕容聰這四個人都不是緊要過犯人 就給李天陽一個面子隨口答應了 慕容聰出動了大批人馬 仍然被鐵飛龍走掉 很喪氣 甘毒熱失了老婆 更加沒有離神器 回到城內 李天陽跟他們鬥別 將四名俘虜押回到遺所 這些就不說他了 紅花鬼母被玉羅撒打敗之後回到家 申請兒子和媳婦 說翌日一早就回到湖北鄉下 宮村雷說 媽 你有沒有見到玉羅撒 紅花鬼母說 你別管你這麼多事 你似乎回到家裡之後 我不准你再出來江湖上走 也不准你過問武林的事 你安安分分在家裡來 如果這樣不聽話 我就打算你兩條腳骨 宮村雷就暗暗沉沉沉地說 媽 皇宮這麼漂亮你都不住 我們家團員多好呢 我們和阿爹見面不過一個月 原來紅花鬼母送客清城入宮 交給她的生母客士夫人之後 在宮內逗留了幾天 但是過不習慣宮內的生活 不肯在宮內再住了 就在外面租了一棟房屋 東村雷和木狗娘就住在這間屋 就不准他們入宮 紅花鬼母見到兒子貪戀繁華好兜 他說 好 你有本事了 你要跟你老爸就不要回來我這住 宮村雷不敢出聲 唯有一棟木狗娘去撿拾世縣 紅花鬼母拿一支拐掌 在院子裡走來走去 宮村雷最怕她老母 在房間躲不敢出來 到了半夜 紅花鬼母還在院子裡走來走去 她思前想後想了很多很多 想想想 她忽然笑起來 自己都這麼老了 何必還跟人家鬥氣增強 而且還為了這個壞鬼老公 惹了這麼多是非 真實在無聊 她這樣一想 那種暴躁的心情是漸漸平靜 紅花 就在這個時候請外面有人拍門 宮村大龍問 誰啊 外面有金焗二巴腥 娘子 是我來啊 紅花鬼母開了大門 你來做什麼啊 啊 你沒有錢啊 真是急死我 你去過被摩崖嗎 我啊 我怎麼不請你吩咐呢 我這麼久不見你回來 我才去看看動靜 你不用來問了 我不能夠再幫你了 娘子啊 我們到底是當年夫婦啊 那你就不理我的屎活啊 紅花鬼母關上大門 跟金焗二走進屋 她一邊走一邊說 連我都不是人家對手 你知我怎麼幫你呢 金焗二大吃一驚啊 蛤 你被他們兩個打敗了啊 嗯 是被玉羅莎這個妹釘打敗的 我不相信 紅花鬼母把肩膀的衣服抹開 你不相信就自己看看吧 金焗二一看 只見妻子的肩膀又有一道劍香 心到劍骨 哎真是驚啊 我我我我和你找些雙藥啊 不用整悉整水啊 你 你別的雙我都頂不住嗎 我連風踢亂手 還和他們打過 哼 我勸你呢 都不在外面胡鬧那麼多啦 唉 哈哈 你激死了我阿爹 這麼多年來在外面胡作卑微 到現在都這麼大年幾了 你還不回頭啊 金焗二不出聲 我這次本來想最後幫你一次的 不過現在都幫不了啦 我明天我就要回去 金焗二整個站起 什麼啊 你要回去啊 那你不理我了嘛 沒錯 是這樣的 金焗二整是想發作 紅花鬼母忽然又嘆了口氣說 唉 你如果想保存性命 就乖乖地跟我回去 不要再在那裡叫胡魂了 什麼胡魂啊 我們在皇宮享福 不是好過在深山野嶺 那苦日子多多聲咩 你不回去啊 先說我都不回去的了 好 以後你是生是死 我都不理了 正在這個時候 忽然間軟至瓜棚那處 好像有人影 金焗二都未發現 紅花鬼母已經大聲地喝 天哥 快點滑下來 在瓜棚上面哈哈一笑 有兩個人飛鎮下來 玉羅撒走在前面 他抱拳作一笑 我來探望你啊 我們比劍的時候 輸到說了一句話 你老人家當然不會忘記啊 傑飛龍大大步走上台街 他說 終於孫大娘言出執行 你先頭沒聽見嗎 何必講那麼多一動 原來玉羅撒堅持要救白石造人的女兒 鐵飛龍上來上去 就想出一個辦法 他找龍達山幫忙 就探討到紅花鬼母的住址 他估計金焗二 只能來找紅花鬼母 就從玉羅撒夜晚走來 就偷偷在瓜棚上面聽他們說話 金焗二不知他老婆 跟他們輸了的時候說我什麼 他似著有老婆在笑就扮惡了 這條蝦沒有上門啊 紅花鬼母就當作坐在太師椅上面 一聲不出 玉羅撒說 喜感喜感 你們今天也有大班人去秘魔崖找我 找不到總是未免有點失望 是不是 我現在專程來請教了 金焗二說 你想怎樣 說出來吧 鐵飛龍就笑著說 我沒有 就想去專家這個人容下 金焗二發火了 手掌一番 對著玉羅撒一掌打過去 玉羅撒一聲笑開拔出寶劍 就在紅花鬼母面前 跟金焗二惡戰起來 公孫雷和木狗娘聽見聲跑出來 公孫雷拔出貝刀 鐵飛龍綠大雙眼喝說 你不要過來 木狗娘很尷尬 一手就拉著公孫雷 紅花鬼母說 你這樣欺負我的兒子 鐵飛龍冷笑說 我女兒和你老公單打獨鬥 如果有人助拔 我當然不能夠不理 紅花鬼母大叫一聲 鼓住整套氣 哎呀一句說話說不出 她拐著一聲 她說 阿雷 我們現在就走 六爺回鄉下 因為她和玉羅撒有約在先 都既然不能夠幫手 又不忍心看見 丈夫這隻人的劍下 無可奈何 就只想一走了之 公孫雷就無論如何不肯跟母親走 正在拉拉扯扯的時候 突然聽見金獨二一聲慘叫 公孫雷大叫說 媽 我們難道真是見死不救嗎 不忍不孝何以為人呢 紅花鬼母到底還是有夫婦之情 青兒子這樣說 周身一陣 她突然回過頭來舉起擺掌 鐵飛龍說 喂 你講話算不算數啊 紅花鬼母說 你們要在我屋內行兇 我不准 一擺掌對著鐵飛龍頭殼打過去 正在這個時候 台階之下 金獨二已經被玉羅撒打倒了 本來金獨二的武功 就不在玉羅撒之下 但一來她前幾天受了劍傷 剛剛醫分好 氣力都未能復原 二來她靠毒沙獎的威力 但是玉羅撒手上 帶著岳明鵝的金絲手套 不怕毒傷 前朝 採取功勢威力的大大增加 三來 金獨二見老婆 居然這麼忍心 不肯幫她 還要和兒子 媳婦 遜夜走人 不禁又激氣 又害怕 又生氣 打到手忙腳亂 被玉羅撒一 劍刺傷 她想逃走的時候 被她走得了 玉羅撒一腳把她踢倒 再用腳一扔 將她立筆扔轉了兩條 純細又剪了她的軟麻雅穴 鐵飛龍拆了幾招 她的紅花鬼舞說 我們又沒有殺你老公 你搞什麼 公孫娘夾她救父親 被玉羅撒一剪削了她的配刀 反手阿輝將她踏得成像多遠 紅花鬼舞停了拐掌她說 你想碰嗎 鐵飛龍說 我們不過是想借孫夫不得用 玉羅撒萬絲朝理 插好把劍 她走過來對著紅花鬼舞 作出一個陰 她笑著說 我們還要請你幫我忙 紅花鬼舞說 你這個妹靜有風不要使用你 你不留情嫌 就不要怪我不守諾嫌 我不是說風良話 真的要請女老人家幫忙 你自然把這個衰人當成寶貝 我們也可以送給你 不過你呢 就要好管教她才行 紅花鬼舞說 好 你說 白石道的女兒被慕容聰逐了去 麻煩你跟她說 請她放人 哦 原來你就是想借這樣來要脅 逼我要她來換人 是嗎 鐵飛龍說 這樣也不算有什麼要脅的 捐呼是成名的人物 白石道人的女兒 不過是個妹正的 這樣交換對你們絕不會是虧 慕容聰還指不看著你的面子 他聽見這樣的事 也要趕著來交換 不過慕容聰這個人 我們見他很不容易 所以就請你幫忙奔走一下 那些人 紅花鬼舞說 好 我們一言為定 今晚三家時分 還在被摩崖交換 不過你們不准難為她 鐵飛龍說 這樣當然 蘇火山說 這次你們就不准偷偷埋伏 如果不是 我的保健沒有錢講的 鐵飛龍說 公孫大娘是武林前輩 你們黑道的規矩 哪會不懂 請問 我們兩父女去 他們那邊 除了公孫大娘前輩之外 只不然只有慕容聰一個人 鐵飛龍笑著 還有兩位要交換的父母 紅花鬼舞說 你們不用多了 就這樣做 慕容聰如果要帶多些人去 我又跟她訪過師 鐵飛龍對著紅花鬼舞 作過一 一轉身 將金獨義夾起 就跟玉羅撒飛身上屋走了 再說回李天陽 他將龍少雲等四人隔回衙門 這晚 事前上後 助我不安 到了半夜 叫人將龍少雲提上來 關上房門 親自和龍少雲解了寮靠 請她坐下 龍少雲冷笑說 李大人寬待犯人 不怕誤了公明富貴人 李天陽臉一紅 他說 唉 當年的事是我錯 我實在是代博以下 一上來 悔痕都已經遲了 龍少雲說 嘩 你跟我說有什麼用 李天陽說 想當年我們三個人都是好朋友 哼 你就算不把我當作朋友 你應該看在以下的面上 嗯 這樣就奇怪了 你們今天如狼似虎把我促出來 現在我們街下之醜 全條命都拿在你手上 為何顛倒過來講 要向我求什麼情 唉 龍兄 你都知道我已經快五十歲了 就只有一個兒子 我真的很想念他 哼 龍兄這麼多年來 有沒有見過絕經 我見過一次以下 都沒有見過你的夫人 怎樣 我知道你跟以下交情很不錯 所以 你直至今天都沒有結婚 我結婚不結婚還有什麼關係 唉 龍兄 你原諒兄弟不會說話 我不過人很想我兒子 不過想問龍兄 知不知道阿新的消息 我不想你兒子知道有你這樣的父親 李天陽忍不住就大聲說 你是阿新的什麼人 你憑什麼教他不認父親 你敢離間我們的親不育 呵呵 何必我來離間 龍小雲講完就不出聲 你不可以煩 李天陽檢驕了נ 여�托尖 你他那時候熊uber 李天陽想了一會兒 又讓人來帶他何岳驊來 説錶ITE 你知不知道我是他是你家 Nobel 又至於龍少雲上回寮靠,叫人把他押回監獄。 之後,李軒陽想了一陣,又叫人帶了何岳華來, 關上房門,小小聲說, 你知不知道我是你的孤長? 何岳華說,聽說孤姐有過你這樣一個丈夫的。 你知不知道孤姐嗎?我們自小一起玩,為何不懂? 孤姐有沒有問過她的父親呢? 何岳華說,她父親是個壞蛋,自小拋棄了她, 所以她從來都沒有問過她父親。 好,你來我書房坐一會吧, 李軒陽除了何岳華的寮靠,帶她進入內書房, 一杯龍井茶給她,還給她一包蜜棗。 你坐一會,我就回來了。 何岳華說,啊,這處呢? 就比房間舒服得多多聲了。 李軒陽苦笑一聲,走出去,關上房門。 過了一會,李軒陽又把李生池提上來,叫她坐下。 望了她一會,越看越覺得她和自己很像樣。 她心很悔痕,她把她的寮靠解開,摸她的肩膀說,你受了傷。 李軒陽很心痛,她想,如果她真的是阿新,她會更加生氣我。 李軒陽的心裡也很思議,她想了一會,她說,我犯了什麼罪? 你為什麼要把她運進監獄呢? 李軒陽說,因為有人懷疑你們是洪情罰的黨羽。 李生池說,洪情罰是個抗敵英雄。 我雖然年紀輕,到處聽見有人稱讚她。 莫說我們未有資格做她的黨羽。 她是她的黨羽,而絕不是什麼罪。 唉,這些你們年輕人不明白了。 我說你這位大人才不明白的真。 李軒陽心頭一震,她急著頭不出聲。 過了一陣,她抬起頭,望著李軒陽張眼。 何岳環這個姑娘是你的什麼人? 李軒陽說,是我表妹了。 你問這些事是做什麼事? 李軒陽又慘愧又高興, 你十聲起身,拿了一面銅鏡,代表李軒陽。 你叫一下鏡? 李軒陽張眼。 李軒陽張眼。 你叫一下鏡? 李軒陽張眼。 你叫一下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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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軒陽張眼。 你真是出力了。 你叫一下鏡? 你叫一下鏡? 李軒陽張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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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你叫人俗字詞的兒子打傷他的兒子 李天良的心得好像比刀吉那樣痛 他猛然醒悟拉著兒子的手說 阿新 你的父親果然已經死了 你有沒有聽過這兩句古話 過去種種比如昨日死 現在種種比如今日生 有 我聽過 所以你的父親死了之後 又回生了 他姓家為祖 就把你送去松山見的母親 從此之後 也不再做什麼官了 真的? 阿新 你還不相信我? 阿爹 阿新 這麼多年來你在什麼地方? 在鵝尾山和我的師父一起 誰是你的師父? 就是今天在秘魔崖下面被你們捉住那位龍伯伯 喔 原來是他 他呀 你們認識的嗎? 認識 我和他是老朋友 那麼好結了 龍伯伯對我非常之好 還有還不會和那個李峰 我和你一起放走他們 好 一切都聽你的說話 李天陽開門叫人進來 叫他們把龍少雲、李峰一起提出來 李珍時等他的父親再關上房門回頭來的時候 一眼就把他抱住 李珍時說 李珍時說 我們這趟回去的師父媽媽 一家人 就再不可分開了 那兩父子看著微微笑 眼淚巴巴聲那麼流 各位 肉之後事如何 我請下回分解 前文在族的書籍上一回 話說鐵飛龍和玉羅莎第二晚 帶來金獨 而且被魔崖等候紅花鬼舞 玉羅莎說 白石在讀這個鬼東西 我真是生死他了 等你救回他女兒 你送他回去吧 鐵飛龍說 還是你送回去好 過了一陣 都上了到半夜了 遠遠近近的山頭 還是靜音音不見人影 陸和玉羅莎說 紅花鬼舞都未來過 怕慕容聰不願交換都不頂了 鐵飛龍說 紅花鬼舞絕不會失落 慕容聰不至於為了區區一個女兒 而犧牲她的左右手 玉羅莎說 好啊 他們如果不肯交換 我們就撕票 所謂票或者玉票 就是綁架回來的人 撕票就是殺了綁架回來的人 金獨夜一生殘暴 但是聽了玉羅莎這樣的語氣都不敢心方 她身長頸就看見老婆快點到 過了一陣子 對面山頭出現人影 玉羅莎就照上石岩上面看著 鐵飛龍說 來了幾多人 兩個 過了一陣子 玉羅莎不停的聲音說 紅花鬼舞沒有背著人 跳下來一手握著金獨夜的背脊 金獨夜的穴道未能解決 玉羅莎一手握著她的後心 爹 我要撕票了 金獨夜嚇到魂不負體 鐵飛龍說 女兒 不要來 等紅花鬼舞來再說 過了一陣子 紅花鬼舞和慕容聰飛奔而到 就他們兩個 沒有帶其他人來 在月光之下 紅花鬼舞面色慘白 更加顯得更靈可怕 玉羅莎問 人呢 慕容聰說 哼 你們勾結李千陽 你們都放走了 還問我要人 哇 玉羅莎生生氣得不得了 誰是李千次 我們不認識過 你想抵賴不行 不理你認識不認識 你們全部都走了 那你們也應該放回我個人 信你都傻 玉羅莎用漸漸的金獨夜背心輕輕一剪 金獨夜是唐主的喊起來 紅花鬼舞說 慕容聰這次不是說謊 我親自去錦衣衛啟過了 你們不信 明天看通緝李千陽和那四個犯人歸案的告示就知道了 有人換人 沒有人就輸票 紅花鬼舞法惡勒拐掌一舉 就想和玉羅莎拼命 鐵必龍說 女兒 將金老怪交給她 玉羅莎嘻嘻嘻一笑說 好啦 但也要留些記號才行 賤占一畫 在金獨夜的肩膀一跳 將她的琵琶骨挑斷 學位 練武的人 琵琶骨是極之重要的 如果斷了 氣力就洗不出了 就算有極好的武功也沒有用 而且琵琶骨就不同其他骨 招斷之後 即使有最好的逐筋骨術 也不能夠即時醫生好的 就非要用藥培補 讓她慢慢生長不可 沒有三年五載就不能夠好完 即是說金獨夜在三五年之內 就不能夠作惡 玉羅莎一劍 招斷了金獨夜的琵琶骨之後 將她對著紅花鬼舞 扔過去 紅花鬼舞摺著老公 驗了她的傷口 見除了琵琶骨招斷之外 並沒有其他的暗傷 火氣就下回 心想 讓這個壞人受的教訓也好 於是揹起金獨夜 而她說 玉羅莎 我靚你的情 我們之間的恩怨一筆勾 身一起飛跑下山 眨眼就不見了 慕容聰吃了驚 只見玉羅莎笑嘻嘻地站在她面前 說 慕容聰 這次我就第二次見面了 第一次見面是在陽蓮家裡 你們要暗害洪精略 我們就要去做金老拐 雖然是大打一餐 但彼此都沒有關係 這次就不同了 慕容聰說 怎樣 洪精略已經是我的好朋友了 你要傷害她 我就不放過你了 朝廷的事不用你管 我偏要你 玉羅莎 撤一劍刺過去 慕容聰側身回獎 玉羅莎連刺幾劍 慕容聰連進幾招 兩個人博不相讓 鐵飛龍說 女兒 何必和她揍起 於是玉羅莎的放慢劍招 慕容聰乘機啪聲一跳 跳下山坡走人 玉羅莎說 契爺 為何要放她走 鐵飛龍說 你們這兩天來 已經打了幾場惡鬥 再打今晚 就算贏了你都會內傷 慕容聰恩 又是 於是這樣就算了 兩個人回到寧光寺 好好地睡覺 養足精神 第二天 慕容聰起床之後 對鐵飛龍說 我們該去探洪精略 他借給我這對手套 真是寶貝 全靠他才能打敗那個妖婦 鐵飛龍說 我們正是想去多謝他 兩個人一起入城 去到楊蓮家 去到不見洪庆筆 楊蓮說 洪大人已經持官回鄉了 他等你們不倒 叫我告訴你們 你們將來如果路過湖北江夏 就順便把那套手套送回去 不過就不必專為這件事去 鐵飛龍說 什麼洪精在江夏嗎 楊蓮說 是呀 玉和沙大聲地說 嘿 這個小皇帝 真是不明是理的 怎能讓他持官呢 楊蓮苦笑著說 唉 朝政的事 你們不明白那麼多 原來洪庆筆的遞想辭情 不過是想試探皇帝的心意 怎知奏將一上 首先就來到客士夫人手上 他看了之後就精忠下懷 說是呀 那麽皇帝朱尤孝說 那麽皇帝朱尤孝說 洪庆筆這個人哩哩哩哩哩 讓他走啦 朱尤孝說 父皇說過 洪庆筆是朝廷東兩 怎能讓他辭職的呢 客士夫人說 柔哥仔 你一來就知道父皇的血話 父皇的血話 你都不知道此一時比一時 現在可以做得統帥的人好多 而且比一個人專權太過耐落 也不是朝廷之福啦 朱尤孝說 他是先朝的眾贞 連他軍職怕不妥的 赫士夫人说是他自己要走,还有什么关系? 红程伯在外面说明朝的江山炮了他,你受不受这一口气? 而他这个人移动就以忠臣致命,整天来啰嗦你,你做皇帝也做得不快活。 朱尤孝就问,还有谁可以坐镇遼宫? 赫士夫人说,据毅宗言说,袁应泰就是个大将之材。 朱尤孝一下见袁应泰曾经送过十龙话眉着给他,印象极之好, 就在红程伯的慈情之上批准字。 哎,可连红程伯这次回来,连皇帝面都没见到,就脱了辽东经略的官职。 他一气之下,在慈情发生下来的第二天,就带上岳明阿和王赞回家去耕钱。 欲罗撒听说红程伯走了就很失望了。 欲罗撒听说,岳明阿也跟着他走。 杨廉说,都去了,不止是岳参赞, 卓公子和他的武当派同盟都跟着走了。 欲罗撒听说,这么白色道人呢? 杨廉说,谁白色道人呢? 杨廉说,那天来的道士是吗? 他也跟着走了,就是他的女儿。 欲罗撒一听,就知道红花鬼没有说的不是假的了。 于是就向杨廉告辞。 杨廉说, 女英雄是不是要回去闪北? 下官有个说话想劝你。 现在朝廷正在调动大军,要去闪北找匪。 女英雄如果和那些陆林英雄是相熟的, 还是劝他们早受朝安为好。 杨廉说,哼一声, 涉之龙连望拉他走了。 现在我再讲一下白色道人, 他杀了女儿,极之焦急。 但是自己的伤还没有好,就毫无办法。 想不到翌日夜晚, 李天阳父子,龙少云和他的女儿, 以及李峰都翻起来。 白色道人欢迎得不得了。 李天阳说的经历情, 白色道人都很高兴地说, 美夫你不用担心, 此次我在社会面前, 不一定跟你讲解他。 李天阳说, 我们这次在逃走, 朝廷一定会通緝的, 而且听慕容聪的口气, 连你都怪了, 我们明天一早就离开北京回去吧。 白色道, 这道大事已经了, 那当然应该回去吧。 卓一行就漏夜走去和岳明柯辞行, 知道洪城拔也要回到湖北乡下。 卓一行就说, 朝宋的奸统, 他经历极之痛恨, 经历虽然辞了官, 就怕他们还要谋害, 我们不如一起走。 岳明柯也怕路上有事, 一个人独力难撑, 他就说, 哈哈, 那就最好了。 你们回到武当山, 和我们是同老, 就说, 你那位师叔大人就很难相遇。 那两个人说好之后, 洪城拔和白色道人都同意, 那两伙合成一伙, 一路同行, 岳明柯和白色道人相处不好, 因此分为两句, 洪城拔, 岳明柯, 王棧, 李天阳, 李申士, 龙少云等人就在前面走。 但两个人相拒, 也不过五七里路可以互相照应, 晚上仍然在一起住客店。 出了河北省景之后, 武当山王月道人已经派了洪云、 青梭两位师弟来迎接。 原来武当派消息极之灵通, 便知道白色道人和卓一行在北京搞出事, 王业道人怕他们不够, 所以将武当五路之中的二路都派了出来。 一路上白色道人说起, 欲罗杀要他给劍, 至于看不起武当派的事。 卓一行听了都不出声, 洪云道人也吃过欲罗杀的大规, 听到好当白色师弟便笨笨不情, 他说,这个女魔头非错, 他锐气不可。 卓一行仍然不出声, 白色道人就立了他一眼说, 我们武当派的人, 如果同心合力, 天下有谁这样看小我们? 哈哈哈哈哈哈。 说完哈哈大笑, 说着他们一班人继续向南边走, 一路上风平浪静, 过了几天经过松山, 李天阳要上山找一班前妻, 白色道人, 何岳华, 李新智等等, 当然跟着上去。 岳明安也想趁这个机会, 要上山见了少林寺的镜铃长老, 于是大家一起上山。 这阵时已经是东晋春来了, 一路上只见小鸟迎人山花含笑, 景色秀丽。 李天阳这阵时和白色道人一句, 心情和上市上山时大不相同。 他笑着说, 今天才知道山居野柱更好, 比功殿停留。 这阵时在说, 红云道人不如怡了一声, 什么人的身法这么快? 大家一看, 只见山下一, 潮人影飞奔而来, 实际好像一道白烟那样, 拜到飞上。 李天阳父子和卓一行保护白色道人在前面走, 红云, 青梢两个人握着剑箭后, 很快去, 那道白烟已经升到山上。 红云青多两个人一看, 来人竟然是玉罗沙这个冤家。 红云道人立刻发火了, 不问成就, 向前就施。 玉罗沙, 嘻嘻, 我们武当法都算过笨了, 白色师兄未能给你比赠, 由我代替他。 红云道人还以为玉罗沙是追赶白色道人, 其实玉罗沙和铁碑龙是来追红情不动恶明。 不过玉罗沙的性情又急, 轻功又高, 所以就追来先。 玉罗沙看见红云道人, 不问成又举剑就此, 全都发火了, 是什么来意不说, 就冷笑一声, 呵呵, 红云道人, 你是我手下败将还给什么? 红云就越发火起了, 将七十二手连环绝命剑使得灵丽无比, 卓一行就扶着师叔, 不敢上前劝交, 一你着急就是了。 玉罗沙见到红云道人不知好丑, 就故意玩他, 战法一战开, 盘船飞舞, 将红云道人的剑光包到实实, 红云道人那把剑, 几次搅着都要击到甩手飞去, 青梢道人见到不是老了, 接估不到武当五老的身份, 宝剑一辉, 竟然二二敌人上前夹崩, 玉罗沙力敌武当二老, 他一点都不赢, 打了几十个回合, 打了甩胜负, 李天阳和龙少环在旁边攻箭, 对玉罗沙的战法真是赞不住口, 八尺道人听到, 就越发觉到招架了, 他是对卓一行说, 一行, 我不需要你扶, 你还不需要他帮你输宿, 今天如果被妖女幼士逃脱, 我们武当派还能见到人吗? 卓一行也觉得玉罗沙追来挑战, 连太过招环, 但转念一想, 玉罗沙莫非来追自己? 虽然我心很紧张, 但也很安慰, 白石道人又渴望他, 一行你还不去? 这个妖女是本派的公敌, 不用跟他说什么公不批举的, 龙少环又看不起白石的所谓, 他微微笑说, 这个女孩能力敌武当而老, 见法可算是当今第一高手, 伤了他, 此不是很可惜, 卓一行本来不想上, 听了这句话就更加不想移动, 白石又渴望他, 你还不去? 卓一行没有法子, 为了拔劍上前, 这时玉罗沙越战越勇, 将红云青梭两个, 和平手逼共招架之功, 而无还手之力。 他见卓一行拔劍上来坐舰, 他就说, 卓一行你都来啊? 哈哈, 我今天要汇尽武当攻守了。 唉, 卓一行真是进退两难, 他走前两步停一停, 玉罗沙哈哈大笑说, 来啦, 来啦嘛。 突然听见岳明娃高精大笑, 练女俠停手, 停手, 上一行乘机停步, 玉罗沙抬头一看, 只见岳明娃和老和尚飞这么快跑来。 一时间, 玉罗沙怒气上冲, 一朝雪断瘡山, 将红云青梭两个人逼他三步, 他冷笑说, 哈哈, 岳明娃, 你请了帮手来, 好吧, 我们再来痛痛快快逼一场, 欠缺了聂, 雀雀两剑, 奔花忽柳, 左刺岳明娃, 右刺老和尚。 怎知教言之间, 好像碰到一股强大的力量反驱过来, 就声音一声, 阿里陀佛, 自己拿劲的手, 竟然好像跌来执着推翻转头那样, 不由自主横劍当空, 就好像向来人吐劍搭例一样, 俗罗沙大力的惊, 指向老和尚合十行礼, 阿尼陀佛, 这是灵山圣地, 厌闻杀佛之声, 女菩萨将劍收起来了。 俗和尚说, 你是谁啊? 他一边说, 一边暗中运气, 想再试一下老和尚的功夫, 正在这个时候, 正在一声呼啸, 鐵飛龙已经上来了, 他大声说, 阿尼, 不要没礼, 六和尚恶言, 收起一把劍, 老和尚插手行礼说, 鐵居士豪, 鐵飛龙普权作语, 鐵凌潮司, 請你原谅小女妄狀, 欲和尚听契爺这样说, 才知道你面前这个和尚, 那是少林寺的主持, 鐵凌掌佬, 怪不得这么厉害, 鐵凌掌佬说, 铃增在紫阳部长和天都居士之后, 又得见武林箭术, 大放异彩, 真是实属有缘, 請涉居士和令外, 到小事得罪, 好吗? 欲和尚听他称赞自己的剑术, 心很高兴, 鐵飛龙看到岳明哥特征, 一刻想起他激走自己女儿的事, 就不禁哼了一声, 岳明哥叫了一声鐵老前辈, 鐵飛龙板的臉不理他, 岳明哥就很尴尬, 鄭凌掌佬莫名其妙, 他说, 这位是红精略的参赞, 又是天都居士的唯一传人, 剑术精妙, 和令外堪称武林相逼, 玉罗沙冷笑说, 剑术虽然不错, 人品就差点了, 鄭凌掌佬打个突, 只见岳明哥面红二尺, 估计其中必定有什么原因, 就笑了一笑, 红精略就在子里面, 他先头还提起你们父女两位, 玉罗沙说, 好啊, 我只是想还手套给他, 拉上鐵飛龙, 跟着镜陵就走了, 原来红情拔到岳明哥他们, 就先到少林, 坐落无奈, 听到外面撕杀的声音, 岳明哥估计玉罗沙追来了, 所以拉镜陵掌佬出去劝交, 镜陵掌佬又跟白石, 红云, 青梢, 三云打的招呼, 让他们一起去少林, 白石道人哪里肯去啊, 狠狠地摄了玉罗沙的眼, 很远转地拒绝了镜陵掌佬的邀请, 他说, 陈道有些事要见啊, 先见啊, 镜陵掌佬说, 既然是这样, 等下就请你和慈慧斯坦一齐来啦, 于是就分成两路, 白石道人, 和李天阳, 龙兆云等人就上泰塞山, 镜陵掌佬带着玉罗沙等人回到少林, 各位, 玉之后事如何, 转听下回分解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 话说玉罗沙跟着镜陵掌佬去到少林寺, 一直来到解行星赦, 只见尊胜前知, 正就陪洪精略聊天, 玉罗沙将手套还分给洪情拔, 洪情拔着笑着说, 哈哈哈哈哈哈, 林寺, 你千里迢迢追到来, 就是为了还回区区一对手套给我, 哈哈哈哈, 真是有古人之风, 玉罗沙说, 什么区区一套手套, 是宝贵是真, 我全靠他才打败了红花鬼舞, 如果只是论本身的功夫, 我真不是那个老妖妇的对手, 玉罗沙说得直之爽直, 洪情拔就被他引到嘻嘻大笑, 他说, 哈哈哈哈哈哈, 廉姑娘, 你如果真的一定要多谢, 那你也不用多谢我, 尽该多谢他, 一遍说, 一遍将手套帝给岳明阿, 玉罗沙大出意外, 你不得了一遍, 岳明阿说, 你们小事者, 不值一提, 切匪龙就说, 大德不言保, 康护上廣告就因怨生病, 阿女, 事情已经了, 我们走了, 尊姓禅就说, 咦, 切区是, 你刚刚才来, 不由要走啊, 切匪龙说, 尚知在心的, 不在乎说多说多小的, 走过来, 他和玉罗沙转身就走, 鸿城拔追出去说, 廉姑娘, 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说, 玉罗沙说, 请讲, 朝廷大军很快就会开到陷阱, 廉姑娘, 你如果不愿受朝廷之安, 就不必搬去, 玉罗沙转吭吭吭一笑话, 经骆大人, 你是怎样带兵的呢? 鸿城拔知道他的意思了, 就说, 处境不穷, 不能够一概而论的。 一军的主帅, 尊不说几多危难就逃走, 不同事不同金共府的? 你带的是百万大军, 我呢? 带的是几百个, 你们看不起的女强道。 处境虽然不同, 但是在我看起来, 却是一样的。 鸿城拔散的口气, 知道不能够劝他离开陆林, 就算了。 玉罗沙和切非龙去了之后, 静灵长我就问岳明阿, 青蝎非龙的口气, 似乎对你可为不满, 究竟是什么事啊? 岳明阿无法指令, 就说出来, 静灵长我说, 你无意之中做了这个业, 就必须自己去解翻。 鸿城拔就说, 为何你不早点说呢? 你不早点说, 我就代你向那个切非雄陪罪, 由我出脸, 替你做胡仁! 岳明阿无不出声, 他心里非常难过。 你说白石道仁, 他和李天阳、龙少云等人, 看着玉罗沙, 去了少林之后, 就屈过去山南, 直上太室封顶。 白石道仁的妻女何六华, 在山顶玩着, 似乎父亲和姐姐回来, 又笑又跳。 白石道仁说, 快点请姑姐出来。 李天阳这个时候, 有个心, 十五个吊筒七上八落, 跟着大家后面。 过了一阵, 慈慧师太太走出来了, 李生寺三步夹两步跑上去, 跳了一声, 妈妈! 慈慧宽起到流眼泪, 他一下子抱着, 跳了一声, 新仔! 然后又多谢龙少云。 李天寺见到这样的情景, 我身为一阵阵深酸, 向开口说话就说不出。 慈慧正眼都不望他一下, 拖着儿子, 招呼着红云青梭一帮人客入寺。 进去, 李生寺四围望着, 咦! 这样的声音就说, 爸爸呢? 龙少云这样才发现李天寺已经静静走了。 慈慧说, 这样的爸爸不要就罢了, 你们怎样撞到他? 李生寺流着眼泪说, 不是呀! 爸爸是好爸爸来呀! 妈妈, 你不要不要他呀! 这些事情长长细地说了, 都没说完, 慈慧眼泪都迷糊了。 再说说李天阳, 他一个人慢慢走, 走到半山, 突然听见有人高声地叫他, 天阳! 李天阳一听, 当时好像捉了电, 慢慢来回头, 牵着自己的妻子泪流满面, 非暴地赶到来。 李天阳说, 慈慧之太, 喜欢母子相逢, 我没有面子留在这儿了, 你好好保重, 教养阿新仔。 慈慧抹干眼泪, 你笑一笑话, 二十年前, 你忍心离开我们, 但现在又要抛弃阿新呢? 李天阳说, 过去的事情, 我很惭愧。 你, 你, 你当我死了。 过去种种, 几如昨日死, 以后种种, 几如今日生。 这两句说话, 只是李天阳认回儿子的时候都说了一句话。 一听, 他打了个拔, 知道李真慈已经和母亲说明一切了。 只见慈慧眉眉眉一笑话, 而且从今天起, 我亦不叫慈慧了。 咦呀, 要留下头发万足啊? 你不做官, 我亦不做师姑, 那不是很好咯。 李天阳, 我亦不想到他一旦胡如心转意, 就破镜重圆。 两个人手拖手, 返回上山, 迷古今。 白石导演, 他们只是等到不知多深招, 看到他们夫妻和好, 一对地回来, 真是皆大欢喜, 纷纷祝贺。 在欢笑声中, 白石导演, 看到何岳华和李生慈坐在一起, 仗子极之亲密, 心一动。 何子霞说, 大哥, 我亦要向你祝贺啊? 白石导演说, 什么事啊? 何岳华说, 你进来呢? 我有电视箱跟你说。 白石导演, 跟着妹妹走进去内室。 何岳华说, 大哥, 你看看身时觉得他怎么样啊? 白石导演说, 人品武功都还不错啊? 我经过这次这么大的变故, 更加知道婚姻的事, 真是不能够勉强的。 岳华和我身时, 青梅竹马, 自小就好了。 大哥, 我们亲上加亲, 你意思怎么样啊? 白石导演, 和卓一航来回万里, 经过这么长时间, 已经知道卓一航并不喜欢他的女儿。 又见到自己的妹妹这场婚姻变化。 听她说婚姻的事, 不能够演上的那些说话。 反正你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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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何岳华说, 何岳华微微一笑, 就叫李新时和何岳华进来, 将婚姻当年跟他们说了。 李新时和傻傻瓜瓜的笑声, 舅舅, 何岳华说, 傻仔, 连孙夫都不懂吗? 李新时立刻改口叫岳掌大人偷偷行礼。 何岳华掌大人偷偷笑, 显然是十分高兴。 白石道恩见到这样的情景, 心虽然不是十分愿意, 也只有颅头。 他说, 阿新, 你的武功根底还是差, 以后你要更加用功才行。 你跟我去武当山, 我请师兄王岳道长收你做徒弟。 你这十几年来, 却是学了一套《鹅微箭法》。 龙小雲的箭讯, 好虽然是好。 到底, 我这次会拧着头。 何以下有些不高兴的打断他说, 到底不及得你们武当派的精妙是不是? 白石道恩说, 我是从阿新, 白石道恩仇更进一步。 何以下说, 如果不是龙小雲肯苦心教他, 他更加不成器。 他在谈谈, 龙小雲在外面喊, 阿新, 李珍慈对白石道恩说, 多谢岳总大人的好意, 但是改头门户, 你已稟告殷诗先。 龙小雲很爽快, 清白石道恩要李珍慈 改入武方门下, 一口就答应了。 大家听见两个小儿女静婚, 喜上加喜, 尤其纷纷祝贺一番。 出一行夜尤其是高兴, 拉着李珍慈问长问卷。 平时他对何岳华总觉得很驱促, 一听见白石道恩宣布婚约之后, 态度即刻自然, 和何岳华说话, 说话都流畅得多了。 第二日, 白石道恩他们会和洪庭佛继续向南行, 半个月之后, 便来到湖北, 便宾渡洋彪。 洪庭佛带岳明阿, 黄展便回到江夏乡下, 龙兆运西长俄眉, 武当三老便带卓一行和李珍慈上武当山。 黄叶道引起卓一行回来, 又提起要他做掌援人的事。 卓一行说, 弟子校服利满, 上一家乡下千葬祖父遗骨。 三年之后, 弟子怨披上道铺, 回山听师叔差遣。 黄叶道引说, 你做掌援人, 你不知做道士, 你家三代三存, 你怎可以和我们一样呢? 卓一行说, 弟子参透世情, 对陈族的事已经看得很淡。 黄叶道引眉眉一笑, 就望着白石道引。 白石道引的脸一红, 他说, 你结婚生子之后, 再来做道士都未迟。 我们将你都当儿子般看待, 一定要帮你选个好的女子。 我欲罗杀, 野性难迅, 是我们武当派的公席, 你不要再和你来往。 黄叶道引还未知道, 师弟已经将女儿威贿给他人。 听说, 就夹了夹。 直到夜晚, 白石道引是请他收李申辞为徒弟, 他才知道他经过。 卓一行在山上住了半个月, 拜祭过师父的坟墓之后, 下山回乡。 黄叶道引本来想请白石道引送他, 卓一行坚持不好了, 白石道引对他, 也不似先前宠爱。 看见卓一行客气推迟, 他就算了。 当时, 明军在兵波及时中, 刘延元的率领之下, 正在险西大举剿匪。 卓一行一直都受到盘查, 幸好他的祖父及父亲曾经做过大官。 刘延元还向他祖父的晚辈, 一说起来, 人人都知道。 最后, 卓一行为了免受麻烦, 索性和军队一起走。 走了几天, 经过村东的定军山, 那是旧是欲罗撒安营立戒的地方。 卓一行经过山下, 自然山崖早已化成一片雅力, 还有火烟都未熄, 大石一惊, 一问同行的军官, 那军官笑着说, 这一仗不是我们打的, 听说这一仗很激烈。 怎样呢? 听说盘据你坐山, 全部都是女强岛, 每个都美貌如花, 打仗来很窮凶极凶, 他们只有几百人, 我们就叫了三千切邪军去围攻, 为了半个月才将山底攻破, 三千切邪军死伤成半人, 仍然被那帮女强道突围走, 听说他们俘虜了十几个女匪, 全都被那些高级军官抢去探, 那些军官, 你以为是贤负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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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 那些军官都怕了, 不管那些女子多漂亮都好, 含爛他就想殺頭 好想果仗沒有我份 要不然 我說自己做得風流鬼都未頂了 卓一行衝口而出 問那玉羅莎呢 軍官奇怪了 玉羅莎 你也知道玉羅莎嗎 卓一行說 聽武林的朋友說過 軍官頂一頂一頂 他就說 是是是 我也忘記了 你是武當派的高吐 難怪武林的朋友 還要提過玉羅莎的名字 那玉羅莎 很厲害的 聽說是殺人減眼的女魔王 好想這次圍攻山寨 玉羅莎不享受 不然這將就更加難打了 卓一行聽到 心是稍為安樂一點 這支軍隊是開闊延安 卓一行屋企就在延安府外 軍隊一直將他互送到家 卓一行的案情早就得到超說 屋企也已經啟風了 家人也都回來了 看公子回到屋企就人人歡喜了 從此之後 卓一行屋企練武俗書 就暫時不講他的字了 花開兩國 各表一知 一講到玉羅莎 他聽到朝廷派大軍去陝西 就堅情趕回去 鐵機龍浪蕩江湖去找個女兒 當玉羅莎回到定軍山的時候 正在山界被攻破之後的第三天 大軍已經開走 這幾百名梁子軍 是玉羅莎一手訓練出來 玉羅莎以後他們已經全部戰死 我心得非常之悲痛 佛劍斬赤 發誓為他們報仇 當時換了南莊 就趕到淺北 想和王家印聯合 和官軍痛痛快快打一場 一路上 官兵一嘴嘴地樂役不絕 玉羅莎為了免惹麻煩 就糾服夜行 慶功好 慈方又熟 一遇到官軍就避開了先 所以什麼事都沒有 不夠四天一 已經到夫婉了 離開延安只有一天的路程 過了延安 至玉羅莎的速度 不用三天 就可以去到米芝 米芝是王家印的人馬聚集的地方 玉羅莎急於趕路 黃昏起程 逛逛逛逛 突然看到前面有幾企馬在趕路 始終有一個人看他的背影似乎很熟悉 玉羅莎就加了腳步就趕上前 那些邪馬的人 先一條陣影船風掠過身邊 他吃過了 始終有一個人用馬邊的尺 這樣掃這個人的出手 本來也是十分快的 但是玉羅莎的輕功絕跡 武林第一 幫胡無雙 馬邊的掃不到他 那個人說 咦 那是人還是鬼 就在劍光石火的撒麻間 玉羅莎 五中那幾個人的面貌看得清清楚楚 那一行人總共六個人 其中三個人體格高大 精備詩咀好像不是漢人來 尤其是當中那個人 少年英俊上貌非常威武 另外兩個人就軍官裝束 用馬邊掃他的就是其中一個軍官 看他出手 武功都很有根底 看來都不是普通人物 但是最令到羅莎驚奇的 就是後面那個騎馬的少年 簡直是鐵珊瑚朝莊打扮的 鐵珊瑚為何跟這幫人在一起呢 玉羅莎的心想 我乾爹到處找他 找什麼都找不到 想不到我得來全不細功夫 竟然會在這處碰到他 我今晚寧可不趕路了 都要看這個臭女狐爐裡賣什麼藥才行 玉羅莎打定主意 當他入到敷衍遠城之後 就神不知怪不覺 飛身上到城樓上面 等了一會 他幾起碼進到城門了 玉羅莎靜靜照著他們後面 見他們竟然進到知縣的衙門 玉羅莎更加驚奇 他找到一間客棧 休息了一會 竟然打了三更 他施展輕功絕技 就靜靜進了知縣衙門 知不知 他將我江夫撿到 就問他人家住在哪裡 我江夫的衙門裡的差異 怎麼知道呢 玉羅莎想了一會 問你們的知縣老爺住在哪裡 在這層江夫知道了 就如實綁了 玉羅莎說 為了什麼一會 他將江夫的衣服撕了一塊 塞住他的嘴 然後綁住他 把他藏在角落裡 他拿起江夫的肝骨抄了幾下 就按照他的指點方向去找 很快就去到了 之前房間還有燈光 原官大老爺居然未睡 玉羅莎 木在窗外面 正是原官問夫人說 這幾個客人要好好服事 那幾碗冰銅燕窩 你叫丫鬟了沒有 那夫人說 燕窩都弄好了 不過那兩位官長說要早些休息 就吩咐警役不要打擾他們 那夫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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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幾個班子是誰人物 為什麼事朝廷派了兩個余林軍統領來護送他們這麼交官呢 那夫人說 那個年輕的班子聽說是西域一個小國的王子來喔 夫人說 那夫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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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難怪那兩位余林軍統領對他必功必敬啊 原官說 那不用說嗎 那個王子的身份是外國事節啊 如果有意外發生啊 嘩 不但護送的余林軍統領要自聚啊 就經過的周縣長官都受牽連啊 我都不行啊 有什麼事就 那夫人說 哎呀 現在兵方馬亂 道彼如無 如果他在我們原境內出事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那夫人說 夫人你放心啦 那兩個統領都是武藝高強的好手 而且我們原境之內有幾千名鐵騎軍註冊 那些杜匪都不敢亂動的 過了一會兒 那原本是自言自語的 那先都聽見打了三更了 只要過到今天 明天送了他們喜程 不用半天就可以離開我們的遠景 白日清天 一路又有軍隊 那一定是太平無事的咯 那原官呢 是武官出身 不夠膽的 那他又對夫人說 那好吧 讓我出去巡一下 等你安心之咯 訪完 那個原官拿著一把配刀走出房 陸羅山靜靜照著他尾 那原官一走就走到西邊角樓 樓下有幾名守夜的差役 那些原官老爺親自來查夜 就走過禮 訪告說 那些官長都睡了 大人放心吧 沒事 那原官四面望下說 好 你們小心點 玉羅山躲在一棵樹上偷笑 看著那個原官去了之後 剛剛有一片黑雲遮著月光 玉羅山輕輕一跳就飛了上角樓 好 各位 肉之後是如何 且定下回分解 好 好